鱼爱无疑是网络上独一无二的小熊 即便是在吃竹子的时候 也能赢得大家的赞赏 近期 由于鱼渴和鱼爱的体重持续增长 虫洞开始对他们的饮食进行调整 控制糖分摄入 以往他们一日三餐 都能享用到美味的果果和笋笋 但现在这些美食减少到了一两餐 而竹子的比例则大幅增加 想当年鱼爱吃果果和笋笋的时候 那侧脸简直是甜美可人至极 可如今吃竹叶时 却仿佛面对仇人一般 表情凶神恶煞 就在大家以为鱼爱会逐渐适应吃竹子时 他看到表弟满小五院子里的果果后 又开始生气了 看着表弟的果果 鱼爱心想 那么多果果 就不能分我一点吗 于是 他转身回家找外公要果果吃 外公心疼这小家伙 这两天没吃好 于是用小麻袋 给他装了些果果 鱼爱高兴地直接躺在门口 大块朵一起来 吃完后 还举起熊掌祈祷 天灵灵地灵灵 再来一点行不行 这虔诚的小模样 但为了健康着想 大家还是希望 于爱能多吃点竹子 其实 于爱从小就不太喜欢吃竹子 一看到餐桌上有竹子 他就会生气地 将其痛扁一顿 然后扔掉 然而 饥饿让他不得不妥协 在痛扁竹子之后 于爱还是会乖乖地捡起来吃掉 同时也不忘展示自己的小脾气 这天 毫不知情的于爱 出门寻找小零食 却发现 到处都是他不太喜欢的竹子 不甘心的他 怀着一丝希望爬上树 却失望地发现 还是只有竹子 虽然竹子是大熊猫的主食 对健康也有好处 但我们的于爱 却是个苹果脑袋 对竹子并不太感兴趣 于是 他抱着竹子 在院子里打滚抗议 就像小孩子挑食时 故意弄响碗筷一样 馆长也为调整兄妹俩的饮食结构 费尽了心思 因为于可和于爱 实在是太聪明了 他们经常假装打架 来骗取饲养员的果果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 馆长决定安排他们 错开时间段活动 这样他们 就不能再自己打自己骗果果了 有网友建议 可以尝试把南瓜和竹子 同时放在餐桌上 于爱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竹子 因为相比南瓜 竹子在他眼里 或许都显得美味多了 还有网友提议 让于爱尝尝北洞的窝头 说不定 他会因此爱上竹子呢 我会选择着 均匀